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這一期的細說紫薇 我們講一個破均的千萬人生 這是為了讓網友滿足喜歡賺錢的心 因為我發現 大家不喜歡那種烘豆人生什麼的 找職業的 我們來一個還是找一個 我們曾經論過的一個命盤 就是我一個客人 某位客人他是在保險業當主管 那我在第一次看到他命盤的時候 他不是找我論命 他是在某個場合、餐廳見到他 我看到命、財、官、三方無煞 這是一個指標 不是代表絕對一定格很大 但是這三方有進一個路跟一個記 好事這代表會動 只有路不一定真的很好 他可能會懶 話多而已 但是有記在官這是好事 他永遠會想要追求事業的擴展 貪囊嘛 無止境的擴展 所以一定要擴展 好 貪囊記在財博也很好喔 一樣喔 會有相同的效果 希望賺更多的錢 這不是錯 只是怎麼賺 所以當時我說三方無煞 有禁忌跟路 那你又管朋友的事 管了管的 就有巨門的問題跟是非 他說對 那我就問小姐 你這三方那麼漂亮 啊你有沒有上意啊 他就不回答我 我再問他一次有沒有上意 他說快了 好 那其實 你說我們一定可以從面盤看到絕對上意嗎 不是 只是推論 經驗上 經驗法則 而且他走的運 我們知道他職業 是做 保險 那他氣場也夠 不是因為我們會面向 我覺得他走對路了 我走對路 所以我推論說他應該要 達上意的財富 他說是快了 那我們看看為什麼他 是有走對路 而他說他在22到31的時候 其實他並還沒有開始做保險 所以30出頭才開始做保險 因為我源自於說看到他夫妻公 不能只看連真文昌天玺就好或壞 夫妻更有五音童衝擊 哇這個感情可能會有狀況 會有問題 丁英童 他說極二是全到負 但是夫妻更養五音童 他祭天童 但是極二發出全過來 全祭交戰 這一定會吵 所以我認為在22到31的時候 他的感情是不是出問題了 任良子著武 祭武曲充財 夫充財 這是夫妻對待位 這不是一個很好問 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那賈蓮破五陽 他衝了一二三四五 他衝他自己的飢餓 他自己會不會 這時候情緒不佳 到32到41的時候 魁破巨陰灘 夫充夫反攻劑 一離婚吧 當時我當然沒有很著重在他感情這一塊 但是略看到這個問題 第二次見到他才問他說 請問你的感情是怎麼過關的 他說他沒有過關啊 他現在是二婚 OK 那我請問他 22到31他做了很多辛苦的入財工作 是做什麼 跟養五 財權入福 財權入命 大運命 大財權到大命 跟養五 他說他做保母 一樣都是保字 但是一個保母跟保險不一樣 不是主張說大家做保險或保母好或壞的問題 只是你要求財 你要做對事情 你既已吃保母沒有辦法大富大貴 那你如果人生你願意去努力的話 你應該做一些業務性質的工作 業務性質的工作很多 下一期我們會提到說 你要選什麼職業 會符合你自己的命主的信心 好 但是我們今天 談為什麼他做保險 剛好適得其所 他本身就喜歡管朋友的權 他雞婆 他說他雞婆已經受過傷了 但是這樣子雞婆的人做保險好不好 好 真的為人付出 他的觀念很正確 別人不需要你不一定要賣他保險 多做善事 他這個命主他教會我 去認養那個世界掌控會的小孩 我也覺得這個概念不錯 我也效仿 因為他已經認養很多年 那我們要跟成功人學習 他做什麼事情 他可能努力 觀念又正確 又不會強迫推銷 而且又會做善事不失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例是可以提供給大廈的 好 再來 這個人 32到4C 假設已經把婚姻解決了 魁婆均印灘充敷 那我們看看他的錢有沒有進來 新巨洋 財權入命 大財權入大命 又到田宅 我說你買房子了嗎 買了 你這個結空地結是代表你重新開始嗎 對啊 他做了保險就重新開始啊 完全不一樣的性質工作啊 那 官 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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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音 你當時做保險第一次就上手對不對 你單就很多了 對 沒錯 而且你的交友工 霧灘 你很多介紹人 介紹給你啊 介紹很多訂單給你啊 霧灘 很好耶 哇 那你這樣子 應該賺不少 但是你的太陰製化劑怎麼回事 科技同工 婚姻的事情嘛 不管 不管 因為這個 製化劑 一定會有心情不好的現象 那人生在這個時候起步喔 呃 還可以 因為三十幾 但是他撐過這種 這種心理狀態 加上有官路加持 有奴仆加持 大運奴仆 大運官路 丁 陰 跟物貪 這兩條 保險一定可以做到 他做到一個某個階級主管 但不是公司裡面最大 因為他不想管人 他覺得管人好麻煩 好累 那你看看他 他的三方有沒有六級心 有佐福喔 有文曲喔 所以他是有組織的 我跟他說你有組織 你有一定程度的 底下的屬下 他說有 沒錯 但是他不想再擴大 再擴大他覺得很累 官路帶天空 或者是財博帶天空 或命帶天空的人 其實做這種技術業 保險業 智慧性行業 是很好的 只是他帶有寡術 是不是喜歡獨處 不喜歡應酬 其實有這個 有這個現象 但是他因為破圈路 他還是好客的 話多的 他自己說他脾氣不好 好 那第二任老公 我們就不談了齁 在這邊齁 有一個柯債 有柯債齁就保底 不用太擔心了 而且對方也破過一次 就第二任其實是 也離過婚的 很幫他 透過第二任 等一下張老師 八字老師應該會講解這個八字 他是不是因為透過另一半而得財 對 好 所以 以上 32到41 他做業務性質的工作 其實適得其所是非常好的 現在42到51 貪糧記 會怎麼樣嗎 其實不見得會怎麼樣 加紅鸞天喜 他有一定的人員 加佐輔 也是會有貴人相助 看看大官 大奴 大財有沒有進來 勿貪 這官還是入到官 也是入到命 就繼續賺 我遇到他的時候是這個時期 所以 鼓勵他繼續做 52到61 我相信你也不會停 那就問他說 你願不願意轉投資 買房子 他說我已經買很多間 不然他也不會快有意義 也就是說他在32到41 新巨洋 前頭到房地產 在這時候他就做對決策了 地結有結房地產嗎 沒有 結空有結房地產嗎 沒有 從他開始 我開始觀察地空地結 到底結什麼 結錢 他錢很容易花 但是不會結房地產 好 那所以這個人生算是走對路 好 那以上就是我指微斗數的講解 他把權使用在交友上 雞婆的管人家的生命危險啊 或是健康等等的 這是好事 把這巨門權的能量用在好的地方 加上他很敬業 他說他不睡覺 連談好幾個保單都沒有關係 能接就儘量接 能賺儘量賺 沒什麼不對的 路上看到有人在賣玉蘭花 他就買 他說我不管他是不是騙人的 搞不好是真的呢 對 他有這種善心 又願意做 所以人生得以成功 我們沒有看過他祖墳 我們風水上只看過他的洋宅 福地福人居 怎麼會買到這麼好的洋宅 這是我查過 一百多間洋宅裡面 算是前三名的 既得行政而來 而且房子不是他強求的 是自然而然不小心買到的 以上 就是這個破均在虛攻的千萬人生 因為還沒確定到億 可能快了齁 所以我們說千萬人生 好 那我們現在請那個八字的張老師來解釋一下 是不是八字也顯示 這個人他其實 資產可以上億以上 或是千萬而已 好 我們張老師跟大家打個招呼 你好 我是張老師 那因為命主我沒有實際接觸過 那是透過陳老師提供這 命主的命盤給我看 那實際上來講我們看到呢 年是魁醜 月柱是魁亥 那日柱是欣慰 那十柱是更隱 那實際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命主的命盤 這八字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第一眼的認知是 他應該是 蟲兒閣 蟲兒閣 既然是蟲兒閣 我認知他的用神 應該是蟲兒閣 那他的洗神就是水 魁亥 那有人問我說 那陳老師那時候 有跟我說過 那亥醜跟味怎麼解釋 那剛剛好 他的月祝月令 剛好是亥水 剛好又是亥子醜 鞏水菊 亥子醜 鞏水菊 跟亥毛衛 鞏木 但是因為他只透水 所以他實際上 他是很努力去做的 我認為他是很物質 很努力去做的 他的用神 應該用食尚骰直接 很努力去學習 用比較食物經驗 然後透過嘴巴 就透過他的嘴 就可以把他的經驗 或是說他的 他的 應該是說他的 本身的工程 專業系數 闡述出來 然後讓大家知道 從而得彩 所以剛好 也很剛好他的月祝是亥水 所以他也可以拱水菊 又可以拱木 那剛好 時間又剛好是 跟飲食 飲害又和睦 所以食尚財 而且是異地得財 如果他保單越遠 保單如果是 距離他所居住地越遠 保單的利潤會比較高 但是因為他實住上 因為他也有做 劫財在他財上 實際上來講 他保單來講是做的雖多 但是他 耗費也很大 也就是說他可能在 在外呢 跟人家相處是耗交朋友的 所以 花費上會比較巨大 所以賺的錢還是有 還是會有 淨財有 但是花錢也不小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可能會建議他 投資在房地產 比較不會被 現金比較不會被解走 耗交朋友 所以會有怎樣 那最近因為論命 有一些人 有一些民族也問過說 那老師 如果小朋友要剖富的話 是要選 選時間 我的認知是 不用選 上天給的是最好 像這個命族 我相信也沒有被選 那實際上他時間點就是 剛好在飲食 所以飲他又和睦 汗毛衛又可以拱木 那他隻手又拱水局 那這是先天性相當好的一個命盤 當然如果真的要再從裡面再去挑的話 我會認為說 新毛石更好 我會認為新毛石會更好 因為直接第一次就組成 汗毛衛 這是完全非常符合 從而隔又食傷身材的狀況 那以他的大運來講 因為八字他的大運起運的時間點是 四歲開始 四歲 十四 二十四 三十四 四十四 五十四 六十四 一直到七十四歲 那我的認知是說 因為他實際上來講 開始運開始走的時候 因為他既然洗水墓 他基本上他是不洗活土的人 那所以說 在二十四三十四歲的時候 他基本上 因為他的地資是尹跟毛 所以我認為他行運在這 這時候已經開始有起色了 只是說 二十四到三十三的時間 還沒有那麼的明顯 可是 因為真正丁毛 丁毛大運的時候 三十四歲到四十三歲來講 亥瑪衛正式合進來 那個力道就強了 他的錢應該是從這個大運開始 會逐漸往上攀升 速度會比較快一點點 三十四歲的時候是不是 是三十四歲 他實際上會開始真正往上跑 會逐漸很明顯的原因 就是因為說 大概在三十九歲 開始 明顯才就大量 會比較大量的進來 如果現在 他如果按照陳老師說 他是將近上億的話 那如果他守得住 我相信這是不於匱乏的一個面盤 晚運應該是不於匱乏 以上是基本上針對他的工作的部分來講 我是認知是這樣 那我們再問個小孩問題 他的感情 他的丈夫可以幫到他嗎 他丈夫實際上是可以幫得到他 是亥瑪衛拱木 基本上亥瑪衛還是合著的 只是說 因為 實際上他還是欠缺的一個卯字在裡面 所以他 有時候 老公還是會跟他 會有所爭執 畢竟 做偏硬 可能觀念上 會有所落差 還是有所落差 他是能夠幫得上的 老公還是幫得上 那甚至有時候也會給他一些建議 這是沒有問題的 我認為是這樣子 三四歲他的耗亥瑪衛 就合進來 這個夫妻公又被合進來 就是說他有可能遇到 丈夫有外遇 或是配偶禮異的現象 我認為是在秉儀暈的時候就有了 畢竟秉心合水 這時候就有 OK 對 亥瑪衛合進來 只是剛好補足 我們剛剛講的 他老公能不能幫他 可以啊 亥瑪衛合進來 這個大運合進來 老公就一定會幫他 是 對 OK 以上 好 這就是這一期的 破軍在虛攻的千萬人生 這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案例 好 那下一期我們再講 我們怎麼從 從命理找到我們應該走的職業 找到人生方向 結合八字指圍跟數字一經 我們該怎麼去推論 好下期我們再會 拜拜 拜拜